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她是中国女说唱的开山鼻祖 破真架实不识字的书法家 得意双星的老艺术家 同时呢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位小品王 在无数个日子 她给我们带来数不尽的欢声笑语 然而高僧发现 这位大名鼎鼎的表演艺术家和小品女王 死后竟投胎转世去了这里 并没有往生极乐 高僧偶然的一次打坐中 天眼不经意看到 大名鼎鼎的艺术家赵丽荣 死后竟然没有往生极乐 反而堕入轨道 被打入恶鬼行列 高僧悲痛万分啊 一位如此优秀高尚的艺术家 为何要遭受如此残酷的折磨呢 于是高僧给她念三部地藏经 写了一张纸 就是一张牌位 上面写着 为赵丽荣女士送地藏菩萨本愿经三部 希望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高僧一喊老太太的名字 她就来了 虽然她变成鬼道众生了 但是她绝对不会来害人 可这个因果报应逃不掉的 赵丽荣这仪式结束了以后 随着业力轮转六道三图 高僧早刻就开始念地藏经了 不一会儿佛台上就出现了赵丽荣半身的像 一念磕完头她就实现了 一天念一部经第三遍经念完 刚刚磕完三个头 第三个头磕完之后再一抬头 赵丽荣又在眼前 她的神石来了 高僧用天眼通查看赵丽荣在地府的情况 看到她已经变成恶鬼 境况堪怜 高僧非常悲哀 用剥盛饭给她 她拿饭来吃还没入口 饭菜皆化为烈焰 还是吃不上 高僧慈悲 悲毫痛哭啊 向佛祖求救 佛祖训事她说 赵丽荣的罪孽不是一人可化解的 必须集合众人的力量 那么赵丽荣究竟做了什么 又为什么会堕入轨道呢 赵丽荣啊演的是喜剧 人生却是悲剧 她历经苦难 却给别人带来无数欢声笑语 年轻时的赵丽荣长得清秀婉约 是著名的平剧演员 八岁开始登台 十五岁时以主演身份登台 十七岁成为主角 赵丽荣自小呢就学习戏剧 登台表演 所以是个实打实的小童星了 而她幼年时上台表演 也是因为父母需要养家糊口 所以她的童年也并不幸福 长大后的赵丽荣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认识了一生的挚友 一代名诞星凤霞 也是在星凤霞的介绍下 赵丽荣嫁给了第一任丈夫 书香门第的大学生成强 两人婚后相亲相爱和和美美 成强呢也是一位戏剧文艺工作者 而当时赵丽荣虽然也是个角儿 但始终啊得不到成强父母的认可 天有不测风云 在赵丽荣怀着二胎的时候 又处在五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下 被改造的成强在农场因病去世 这种打击一度让赵丽荣悲痛欲绝 后来在家人的反复撮合下 三十岁的赵丽荣跟成强的弟弟 成弘结婚 才算勉强走出了伤痛 生活已经够苦了 原本想着从此日子会好过一点 谁能想到在这期间赵丽荣生了一个脑瘫的女儿 虽然当时收入有限 日子很难 但赵丽荣依然悉心照料这个女儿 可小姑娘啊 还是在七岁的时候就夭折了 迫不单行 1984年赵丽荣外出表演时 丈夫成弘心脏病突发离世 赵丽荣哭得悲痛欲绝 痛是亲兄弟两任丈夫 又痛是爱女 至爱一个一个离他而去 伤心到极致的赵丽荣终于倒下了 甚至有风言风语说赵丽荣克夫 说赵丽荣再嫁小叔子如何如何 一时间妖言四起啊 56岁的赵丽荣那是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只能是苦水化作泪水流啊 当别人再次找上门来 说要给他介绍条件更好的老伴 赵丽荣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直接了当地说 我守寡 看着自己的三个孩子 赵丽荣擦干眼泪 装作很坚强的样子 还要出去演戏挣钱 失去至心的悲伤 被赵丽荣化成艺术表演的动力 赵丽荣事业的辉煌期来了 86版西游记是经典中的经典 赵丽荣在里面饰演了车池国王后 精湛的演技被人津津乐道 尤其是1988年 赵丽荣转行开始表演小品 当年春晚舞台上 赵丽荣和侯耀文的小品 红遍全国 这部小品的名字呀 很多人早不记得了 但是要说台词中 司马刚杂刚 司马光杂刚 恐怕30岁以上的观众 没有几个不知道的 春晚之外 赵丽荣还出演了多部电影电视剧 很让人称道的就是《红楼梦》 赵丽荣在《红楼梦》里面 饰演的是刘姥姥 又贪又老土的形象 被赵丽荣演得入目三分 小品最后有一个动作 就是赵丽荣在一段劲爆的舞蹈后 有一个转身摆pose的动作 结果赵丽荣疼得根本没办法单膝跪地 失去重心摔倒 观众们还以为这是编排好的动作 使劲的鼓掌 赵丽荣表演一结束 就被救护车接走了 在车上疼得冷汗直冒 连医生都不敢相信检查结果 赵丽荣的检查结果显示 膝盖的活动关节已经病变 滑液几乎没有 并且关节全部水肿 医生们很难相信啊 一个普通的女人 能够承受住这种强烈的病痛折磨 更不能相信赵丽荣还能跳舞表演 常言道 不无双至祸不单行 赵丽荣的关节炎还没有好 1998年的春晚表演 赵丽荣肺部疼痛难忍 就在所有人欢天喜地地 庆祝春节的时候 赵丽荣被查出肺癌晚期 而且医生说最多两年寿命 惊天噩耗也让赵丽荣一度痛苦不堪 但是最终赵丽荣说 我要用有限的生命 放出无限的光芒 赵丽荣忍受住扎心的疼痛 和龚汉林排演小品老将出马 当时赵丽荣不仅要接受化疗 还要大量吃药 头发一把一把地掉 牙齿一颗一颗地落 在排练当中 赵丽荣疼得汗水直冒 甚至在舞台中间呕血 吓得龚汉林哭着 求赵丽荣不要演了 但是赵丽荣呢 一直在坚持着 龚汉林说 看着赵丽荣用生命在排练 我的心呢就在滴血 那种感觉没有几个人能够体会 当年的春晚结束 赵丽荣就差点晕了过去 很多观众也很纳闷啊 这一次的赵丽荣表演大失水准 只不过没有人知道 此时的赵丽荣别说表演吧 就连正常走路都已经很困难了 此时的赵丽荣吃不下饭 喝不下水 因为化疗身体受到了仅仅只有几十斤的程度 一方面因为两任丈夫和女儿的离去 让善良的赵丽荣饱受精神折磨 另一方面肺癌的并发症和化疗的痛苦 让赵丽荣难受得根本不想再苟延残喘于人世间 赵丽荣说 我一闭眼就能看见我的丈夫和女儿 我想去陪他们 我不想再活着受罪了 赵丽荣哭着求医生 希望安乐死 希望早点见到自己的丈夫和女儿 然而没有医生感呢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或许是回光返赵 赵丽荣不仅给自己做了一套漂亮的兽医 还鼓励孩子们要好好生活 2000年7月17日早上7点钟 一代伟大的女艺术家赵丽荣老师 因病去世 享年72岁 我说 一切众生皆在轮回之中 生生世世都得不到解脱 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 就是我们自身的业力 正所谓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你种下的善业 就会给自己带来福报 种下了恶业 就给自己带来恶果 就像《道德经》之中的一句话 天网恢恢 疏而不失 天道是公平的 不管因果的规律 看上去多么玄妙 而又多么似有似无 但她却不会遗漏任何问题 就好像人生 需要为自己所犯的任何错误 付出代价的道理一样 所以 为什么赵丽荣今生这么坎坷 死后也无法往生极乐呢 也许啊 就是前世造业太多的缘故 我们该如何消除恶业呢 前世造了恶业 今生容易疾病缠身 生活一度贫困 常遇恶有 有的人比较可悲 要么就是身患重大恶疾 常年累月地与疾病抗争 要么是大病没有 小病不断 不是这里出问题 就是那里不舒服 总之啊 健康问题一直困扰着自己 其实这时候往往要开始反思了 是否是业障缠身的缘故了 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中 有意无意地伤害了太多太多的众生 与他们结下了怨仇 一报还一报 永远都纠缠不清 有的人和有的家庭生活 一直都处于十分贫困的状态 以至于无论自己怎样努力 都无法转变当下的困境 这种情况呢 也应该好好地反思了 自己的福报与德行的问题 你会发现 有的人不管做什么 都可以赚到钱 而且还越赚越多 越赚越轻松 真的是因为他的能力出众 资源很丰富吗 答案是不一定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他一定是一个有福报之人 因此呢 前世积福太少 今生过于贫困之人 一定要努力忏悔了 从现在起 从各方面断恶修缮 积极修福 他日才会有翻身的机会 人生以淳朴之心 去维护的道义 其中就已经包含着 人生所得的利益了 因为世间一切得道 都是德行与能力 共同衬托自然形成的结果 所以说 当一个人带着淳朴之心 去维护道义时 他该得的一点也不会少 还有的人身边 总是被各种不善之友纠缠 比如遭遇小人的算计 朋友或亲人的背叛等 这也需要反思自己做人做事 福德大小的问题 真正有德行 有福报之人 身边往往有诸多善友 在他们的鼓励和引导下 自己能够更进一步 在正确观念指引下 利用自己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大量补师行善积德 广结善缘 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 小人与恶人也自然会主动远离了 所以我们能做的 就是厚道行事多结善缘 因为善因才有善果 只有正确的有智慧的作为 才能塑造相对良好的人生结果 人要心存敬畏 多结善缘 既然不能完全决定 人生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和结果 那就在主观层面 尽可能地增加人生善缘的机会 用淳朴厚道的方式 在最大可能上 为自己塑造可能出现的美好 世间种种因缘合合的展现 都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情 能淘开因果的规律 只有在因果的罗网之下 尽可能地以淳朴行事 让自己多结善缘 让言行符合道义 方能以此多修福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 分享 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 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